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抬杠机长 今天我用这辆手动挡车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起步的时候离合器和油门之间的配合 以及在降档的时候和减速的时候 离合器刹车和油门之间的相互配合 我今天特意在这个下面安装了一个拍摄视角 这样能拍我的脚下的操作 这样就比较同步了 下面我们来开始起步 大家看我起步啊 起步的时候现在是道路比较平 这个时候在起步的时候呢 就不用先踩油门 先轻轻的弹离合器就可以了 在车身要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再给油 然后再松开离合器 然后再继续换挡的小 换个二挡 大家看我操作 再换个三挡 换个三挡以后呢 就加油门把速度给踢快一些 放动机的转速呢 在超过两挡转以后 再换个四挡 换个四挡以后呢 我的习惯是把车速提到八十 这个时候再换个五挡 这个时候稳住油门 车速就在八十公里 在数小时 那下面我再讲一下 我们如何降挡 现在是五挡 如果我想降到四挡的话 我们不用松油门 我们直接就可以降到四挡 需要踩下离合器 再松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四挡 车速还是保持在八十 那四挡如果要是降三挡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补油门的 踩力合器 拆到油门 这就是三挡 大家看车辆根本就不顿错 然后继续挂四挡 现在是五挡 车速是八十 下面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从五挡降三挡 这也叫强挡 那怎么抢呢 这最好呢 是需要两脚离合 现在是车速八十 现在是五挡 踩下离合器 再挡 然后踩到油门 然后再踩 再车三挡 现在车速是八十 现在是三挡 下面我再演示一下 五挡四啊 因为这是超车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 这就是四挡 五挡 下面我再演示一下 五挡三 这个三挡 现在我把车速提到一百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需要减速的时候 我们要分什么情况 如果你需要紧急减速的时候 就在五挡上直接踩刹车就可以 让车速降速 我现在把车速降到四十 然后我再载档 然后再继续刹车 再根据你需要的速度 再选择档位就可以 我现在再挂入二挡 然后再继续提升 这个是一种方法 我把车速提起来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种方法 现在是五挡车速是一百 如果我们学减速的时候 轻踩一点刹车 车速降了以后 然后我们减到四挡 然后我们再轻踩刹车 这个时候我们再减三挡 然后再踩刹车 车速降了以后 我们再踩个二挡 这样的就是减速的时候 我们根据这个车流的情况 根据速度要求 就是初级简单 那北极是别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